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最根本到底是要对语意进行理解 那么这也是语言理解的一个最高层次 或者说一个最深的一个层次 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些基本的方法 从汉语的分词 包括一些英文 细文的一些形态的分析 然后接下去是句法分析 那么现在走到今天我们要说讲的内容是语意的分析 实际上是按照一个从低到高 或者是从浅到深的这样一个过程 逐渐来给大家介绍的 那么对一个句子也好 一个篇章也好 你是做翻译也好 还是做改写也好 还是做什么任何的处理 归根到底 如果不做语意上的理解和分析 那么你整个语言的处理 那么可以说是没有真正达到理解的这样一个效果 当然你最后处理的结果可能是对的 因为我们说用了好多方法 你是用概率的方法 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立的时候 你可以去那样去做 你可以建各种各样的数学模型 各种各样的这个处理方法 去推算 去改写 或者去翻译 然后去做分词等等 都没有问题 但在那种情况下 就说整个处理过程当中 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处理 因为他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去这样做 而且处理完了以后 对还不对 他也没有办法去判断 那么实际上就说 那些问题 他那些方法 都没有真正从语意 理解这样一个角度去做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介绍一下语意处理的一些方法 一开始的时候 我写了这样一个题目 叫做语意计算 那么这是最早的时候 我很多年以前上市 我就这样写 写了以后 因为这样一个问题 现在特别在最近这些年来 那么受到越来越多的争论 我一直也没有改写的 那么有很多专家 对这样一种说法 可能是有不同的见解 就是说 有很多专家 可能就会提这样的问题 语意计算 语意是不是可计算的 就是你怎么来证明 是语意是可计算的 如果是可计算的话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模型 什么样的运算 去做这种计算 你现在都说不清楚 因为语意的描写 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一个表示 假设你说这是一个桌子 或者那是一个椅子 那么怎么去描述的 就这样一种语意上的 一种语意概念上的 这样一种知识 就怎么描写 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一直在争论 大家道理 比如说语意 是否可计算的 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但是我这个地方 为什么没有改 我也不想去改 因为我还是希望 能够找到一种方法 或者大家摸索出一种方法 来做这样一种计算 哪怕是现在所有的 这样一些数学工具 都不能去算 因为好多专家已经提出来了 这样一些语意的 这样一些个 两个语意 有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说 可能存在逻辑上 是与非的关系 那么大多情况下 可能不是那种 是简单的 是与非 或零与一的关系 是吧 而且也不能用 简单的逻辑 与和逻辑 或 去做处理 那么很多问题 就是说 那么也许需要一种 构造一种新的数学操作语言 去做这样一种计算 但总是应该能够发现这样一些个方法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把这样一个题目一直留在这个地方 我自己也知道有很多问题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我还是希望把这样一个问题留下来 让大家一起思考 那么下面我只是很简略的给大家介绍一些个 可以说并不是太成熟的一些方法 只是大家在摸索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其他的学科在试图探讨这样一些问题 所做的一些常识性的一些工作 那么反正我们这样笼统解释一下吧 就是不是做严格的定义 这个语言计算的任务 最终反正我要完成的是 解释自然语言句子各个成分 包括词 词组或者句子 甚至篇章他们的意义 你最后要解释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他所面临的困难 实际上他所面临的困难就复杂了 包括整个语言处理的每一个成本的问题都涉及到 最重要的问题就大量的起义 涉及到子弹 同意 多意 包括一些管辖区域 包括一些隐含 甚至一些隐语等等 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到 那么而且同一个句子 不同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样 有很多情况下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说你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或者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那么很多情况下 不知道应该就怎么办 另外呢 语言计算的理论和方法很不成熟 从不同角度来讲 可以说没有 还没有建立 根本就没有建立这样一种理论 不是说成熟不成熟的问题 根本就没有 可以说是没有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看这样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I bought a car with four will I bought a car with four dollars 这两个句子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看 那么最有两个词 最莫名的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 是吧 一个是叫做 轮子 一个叫做美元 就是说你在这一个句子里边 第一个句子里边四个轮子 就是说带有四个轮子了 是吧 那么第二个句子里边 你这个四美元这个位子就不是带的意思 就是用四美元买了一个卡 当然你的卡可能是个玩具卡 肯定不会是真的卡 肯定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句子结果是完全一样 就是说这个位子在这个地方 这个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句子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第二个也是一样的 类似是吧 This voice will be dedicated for them 然后这个denied 说这个地方 大家看 你如果这个地方的话 在第一个句子里边 显现这个是一个必动词 没有必是做一个位语动词 但在这个地方实际上 表示一个被动的一个意思 是吧 就被拒绝 是吧 不一样的 那么对于汉语里边 类似的东西很多 汉语里边好多词 这两个例子是我用的一个 一个诗句上 一个平常是大家常说的一些术语 特别口语里边 常说的一些语 因为这两句话是 香港科技大学 一个吴德开教授 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 但是他从小在美国长大 他原来不会讲汉语 他多多少少学了一些汉语 他招了一些大陆学生 在那个地方 他有时候学生说 真恶心 他搞不清楚怎么叫恶心 他说这个人真恶心 是指的这个人恶心 还是你见了他恶心 还是怎么 他不知道 而且为什么是恶心 就是说是一个 就不一样 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中文院在整个语言里边 就是说你每一个词 在不同上下文里边 在不同的环境里边 或者是从不同的人口里边说出来 可能意思都不是太一样 那么你怎么去区分这些东西 那么有很多人做过一些尝试 我们简单的 非常简略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种叫做 词的指称语义 这样一种语义理论 那么这种理论认为呢 词和词主的意义 就是他们在现实世界上 所指的那个 客观的一些物体 这样一事物对应起来 那么常用的一些个 现实世界的模型 假设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物 包括人 这些就是说 对于一些客观存在的一些事物 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看得见摸得着 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 但是对于好多一些抽象的 你怎么去描述 怎么去对应 就不好对应 是吧 你比如说 这样一些个 鬼 妖魔鬼怪 就是这样一些术语 特别一些个 形容词修实的时候 你怎么和这样一些个 东西对应 而且在这些东西 大家想一下 它不是一个桌子 不是一个 这种大家都看得见 摸着着这个东西 可能在每个人的脑子里边 都不一样 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 或者你的这个理解 和我的理解都不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 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对于一些很抽象的东西 它就没法去 去意义对应 没法做这样一个事情 是吧 还有一种 这个 一种这个研究方法 它是把心理图像 大脑图像 或思想 作为意义 这种理论呢 就是说 认为呢 词和赤足的意义 就是词和赤足 在人的心理上 和大脑中 所产生的图像 那么这样的话 就说每一个词 所表达某一种 憨意义 你在大脑里边 可能形成不同的 图像 那么 变成这样一种问题 那么实际上 我觉得这样一种理论 本身并没有解决问题 它把一个语言处理的问题 变成了一个 大脑图像的一个处理问题 实际上反而 可能会更复杂了 我觉得 你是图像怎么获取 对吧 你怎么能获取 就特别很微妙的一些 不同的词语之间 怎么在大脑里边 到这大脑图像 图像处理 我觉得可能比语言处理 也并不简单到哪里去 对吧 怎么去解决 同样没有解决问题 那么 再一种这个处理方式呢 就是说话者的意图 作为意义 说你这个 他认为每一句话 或者每一个段语 每一个言语行为 都要表达一定的意图 对吧 这种理论呢 试图解释当中 与解释 语言当中的一种 被称为言语行为的 这样一种现象 那么说话者 把自己的话语 当作行为 希望听着理解 做出反应 这种意义 被认为 肚立于逻辑意义之外的 这样一个东西 你比如说 举这样一个例子 他可以构到一组 这个符号 来描述 这一句话 什么含义 假设这样一个例子 就我想预定 明天下午的这个火车票 那么这个地方呢 他前面是一个 C是一个说话人 表示一个说话人 是一个 反正这样一个符号吧 这 我原来我栽的 这个是一个 从一个人机对话系统里面 栽出来 他这句话 C本来表示 Customer 就是说是顾客 客户 那么这一个地方呢 give information 就是说你这句话 是要给你提供一个信息 那么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是关于定的一个信息 而且是与票有关系的 这样一个信息 那么对这个票的具体描述呢 有这样一组参数 这个票呢 是火车票 那么而且他的时间呢 是相对时间 是明天 那么是明天下午 这样一个相对时间 据说通过这样一组定义 来描述这样一句话的这个意图 就是说在参数前面这一批 这一批参数吧 或者说这些这个符号吧 叫give information 加上resurition 加上ticket 这三个构成一个叫做speech act 构成这样一个言语行为 就是说告诉你 这句话具体的意图 就是要给你一个信息 我要来订这样一个火车票 这样一种表示 那么当然对于一些 简单的一些限定领域 很小的一个范围当中 你可以去这样做 因为他的概念也是有限嘛 而且你所表达的含义 也非常有限 当然这样一些数据呢 描述的时候 也不是太复杂 可以去这样做 但是一旦这样做了以后 真正要做一个领域 稍微广一点 含义稍微丰富一点 就不好办了 因为我举的这个例子 一开始定义这一套 法案是美国 CMU的一批这个 做语言的人 和欧洲一些做语言的语言学家 他们制定这样一批 叫做中间语言 叫做interchangeable format 它就叫IF 这样一种语言 就是说中间 因为各种语言 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中间的表示 来转换 是吧 因为你这种语言 可以认为是一种 杜利语言本身的 一个汉语这样表示 我可以把它 用表达一个英语句子 也可以 叫做这样一种 它定义这样一种语言 描述 那么当时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我们想把汉语东西加进去 因为大家想一下 如果这样一种东西 这样一种表示语言 如果真正能 独立于语言 与语言没有关系的话 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数学语言 对吧 你这个数学语言 就任何一种语言 不管是汉语的也好 还是英语的也好 都可以用这样一种语言表示 反过来讲 我也可以根据这样一种语言表示 来生成母一种语言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 我假设把这样一个汉语句子 经过分析以后 用这样一个中间表示描述出来 然后我再依据这样一个中间描述 把它生成英语 这不是我就可以 依据这样一种语言 来做一个翻译吗 不就可以做这样一个事 就相对基于中间语言的翻译吗 原来想做这样一个事 那么2000年 大概是00年 01年 我具体时间记不清 我们就去 现在没有想要加汉语 这样一个表示 但实际上加的过程当中 是相当困难 你说是与语言没有关系 但是里边所表达的很多概念 还是依据他们西方那种语言的那些概念 你比如说我们在讨论这样一个旅馆预定 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领域 假设一个人打电话 给旅馆要定一个旅馆 实际上这些句子也是从里边 那批语料抽取 但是呢我们就像 就说这一句收集一些语料要加的时候 就说要表示一些各种各样的概念 或者一些这个含义 我们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汉语 中国人打电话的时候 订旅馆的时候经常会问 他说诶 我订一个房间 多少钱一个晚上 人家告诉你是 加持300块钱一晚上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想你一定会清楚 他要去怎么说 他就会问 这个打电话 一般都会问 能给我打折扣吗 会能不能便宜一点 但是在这个外国人 他定义 他一般都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他就多少就是多少 是不是 他就问哪一天就可以 他就 就说在他设计这种语言里边 本身就没有discount的 这样一个淘价欢价 这样一个概念 你要把这个东西加进去 他要增加一些东西 你想想 你增加这样一个概念的话 要定义很多符号 是吧 你打多少折扣 或者打几折 怎么就很麻烦 你要再增加很多的话 就整个这个领域 就好多概念 一旦碰胀起来以后 它就会变得很复杂 就领域稍微一扩展的话 就有点 牵一发动牵牵的那种感觉 就说 就没法增加了 所以这种方法 也冷却有很多的问题 这个地方刚才一些解释 就是说 它这种领域 这个它主要是 speed act 主要是前面这一部分 实际上有些是 把后边这本 这concept也加进去 它这种意图的定义 划分起来 也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还有一种理论 它是用过程语意 叫做过程语意的 这样一种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 句子的语意 定义为 接收该语句后 所执行的程序 或者说采取的某种动作 那么这个它是 直接和计算机密切的关联起来 你要定义 说某一个句子 某一句话的时候 它调用计算机的某一个程序 来执行某一种操作 那么这个当然 它的优点呢 比较简单了 但是呢 你如果这个语意很有限 而且是可数的 可以是吧 只要有一种语意 你就可以构造一批这个程序去做 但是你想一想 自然间这个语言 这个非常丰富 而且有些是很微妙的 你怎么来对应到某一个不同程序 可是程序由谁来构造呢 这都是有问题 没法去 也是没法解决的问题 是吧 另外一种学派呢 叫做词汇分解学派 这个理论呢 把句子的语意基于它所含有的词 和词组的意义之上 而词的意义 在基于一组有限的特征 那么这组特征通常称为语意机缘 这样只要给出一组语意机缘 和一些操作符 就可以把句子的语意描述出来 类似于化学当中的元素 这个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 对吧 实际上大家想一下 我们前面曾经介绍过哈布奈德 哈布奈德基本上也这样一种思路 他认为整个现实世界当中 可以用一些最基本的 它叫做意员 它叫语意单元 可以说 就不能再分解这样的意员 去表示 那么然后呢 这些意员 就说每一个词 用一些什么样的意员 都每一个意员 给它一个符号 用这些符号来表示 某种特征的含义 美国那个Warnet 构造那个词 那个词点 基本上也是这样一种味道 在里边 但是真正执行起来 这些意员之间怎么去运算 是吧 你一个这样的含义 加上另外一个含义 是一个相加的关系吗 还是相成的关系 还是一个逻辑关系 也没有人去说得清楚 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另外一种呢 叫做条件真理模型 那么这种理论是以 为此逻辑为基础 句子的语意定义为 所对应的命题 或为此的全体模型 全体模型就整个世界当中 真伪 真与假 你比如说学是白的 那么当时尽当 这个世界上的学 那么其他世界 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这样一个 那么这种 这种观点的理论 实际上现在也是受到批评 因为好多时候 不是这样清清楚楚的 不是这样清清楚的 语言表示着好多东西 是非常模糊的一些东西 不是这样直接 真与假的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另外一种 叫做清清语义学说 这种理论认为呢 句子的语意 不仅和逻辑意义有关系 而且和句子被使用的场景有关系 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 这个场景 实际上所谓的场景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那个什么 那个语用 是吧 包括大的环境 包括说话人的 所说的画的上下文 那么在语意表达的过程当中 引进一些与场景相关的一些变量 比如说时间的 世界的变量 包括时间的变量等等 比如用逻辑于算子 这些变量加于限制 那么这个地方 它也是用传统的逻辑于的概念 这个也是受到质疑 而且实际上很多情况下 我们也不能这样简单的用逻辑于去做 不能去这样做 你比如说他还举了个例子 是吧 雪是白的 刚才那个例子 雪是白的 是作为一个前缀 一个位置 它整个位置 那么只是雪这样一个东西 是在地球世界当中雪是白的 那么这样通过一个等同的这样一个变量 场景变量把它联系到一起去 那么这些我觉得没有太多的意思 来做这种逻辑上的一种推导 没有太多的意思 如果语言的话 自然语言如果这样简单的话 那就成了这个数理逻辑 那么另外一种叫做摩太逻辑 那么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 人工智能当中做的 它包括这个缺省逻辑 思态逻辑 真伪维护系统等等 这类逻辑呢 都是试图用一套公理系统来刻画 现实世界和自然语言当中一些现象 这类现象从哲学上说 就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矛盾 这都是很抽象的一些个 一些很理论上的东西 你比如说它描述鸟会飞 这样一个 但是有好多时候 你是可以找到反例了 是吧 鸵鸟也是鸟 它也飞不了 是吧 那么好多时候 就说它总是受到很大的约束和局限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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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